第一件事,牙刷的结构有三个部份 有牙刷头,有牙刷的手柄 中间有咸摺的手柄,还有牙刷头的顶 第一件事,刷头的位置,刷毛的部份 大小就不要大过一个香港的一元银 东方人,香港人的口是不适合用这么大的牙刷 至于牙刷,刷头我们要比较规矩 不要说古灵精怪,又生形,又转角 因为我们口腔的软组织,其实很幼乱和脆弱 如果我们一时线手,一时撞到口腔会拆损 或者撞损自己的口腔,生肺脂会痛 第二件事,刷毛的末端都有不同的形状 在一些研究做出来,原来最好的刷毛的形状 就是尾是打磨到圆尾,圆尾就是圆尾 第一,刷牙的功效会最高 第二,刷牙肉创伤的机会最少 第三,刷蝕牙刷也会最少 我们说牙刷的柄下面,伸延的位置 看我们牙刷的颈,原来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讲究的地方 红色这个牙刷,我们看到它是比较长很多 而且有点弯度和小一点 原来比较长一点的,有个好处就是 当我们刷下面的牙或者后面的大牙的时候 它可以伸延得比较准确一点 没有那么容易撞到那些前面的门牙的位置 至于这个手柄,我们一定要找一些有凹凸的位置 当你手握力的时候,不会那么容易滑了它